大家好,我是莎拉,欢迎关注莎拉养花 今天又来到了Home Depot 发现这里又新上架了一批漂亮的绣球花 今天呢,来和大家分享这一款 号称双色绣球花的Pinky Winky 它是一款非常耐寒的绣球花 可以耐寒到零下40度 在北美Zone 3的地区呢,可以安全过冬 这个绣球花的花形呢,会比较特别一些 它花碎底部的小花朵呢,会跟随花期的不同 慢慢地转变为粉红色 与此同时呢,它花碎的顶端呢,还会继续生长 在它的顶端呢,会开出白色的小花 最终呢,会形成色彩鲜明的双色花朵 它的花形呢,也是很大的 花碎最终的长度呢,可以达到40公分左右 这个绣球花的特色呢,就是,花朵在变色的过程中呢 花碎还在持续地长大 那我们来看,这张照片呢,前面的呢,就是Pinky Winky 那在它后面的淡绿色的绣球花呢,就是Lamelite 它俩的区别呢,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从花形上来看呢,Lamelite的花形呢,就比较饱满一些 那我们再来看Pinky Winky 从照片上来看,它的花形不是很大 那是因为呢,它还在生长的过程中 这个阶段呢,算是它开花的初期 虽然底端的一些小花瓣已经开始变为粉红色了 但是顶端的部分呢,还在持续地生长中 有一些花友呢,对这个圆锥绣球呢,有一点误解 可能会认为圆锥绣球都长得差不多 反正到了秋季,可能都会变成红色 那我们就单从这张照片上来看 Pinky Winky的花形和Lamelite的花形呢,区别也很大 前面的花朵呢,都已经开始转色了 那后面的Lamelite呢,它还是柠檬绿 它首先呢,要从柠檬绿转为奶油色 最后呢,才会变成淡粉色 那这个转变的时间可能需要一个半到两个月的时间 像图上这样呢,把不同的锥球花品种种在一起 那整个花园的花色呢,也是非常有层次感的 在它们开花的不同时期呢,会呈现出不同的观赏效果 这个锥球花呢,它比较喜欢肥沃湿润的土壤 在全日照和半日照的环境呢,都可以生长得很好 但是呢,在越是寒冷的地区呢 越需要给它提供更加长的日照时间 这样呢,才可以保证它最佳的开花效果 我们也可以通过精心的修剪呢,来控制它的株形 让它的后期呢,可以形成一棵漂亮的锥球花树 但是呢,这需要较长的时间和足够的耐心 最近上架的这一批锈球花的苗呢,还是非常不错的 在这里呢,有一点小建议要给大家 如果你是住在Zone 5以下的地区呢 在我们春季栽种这些锈球花的时候呢,尽量在花园里给它找一个日照时间最长的位置 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它相比较于你花园里其他日照时间较短的锈球花呢 开花时间呢,也会提前,而且生长速度呢,也会比较快一些 那这个Pinky Winky呢,它比较适合种在北美Zone 3到Zone 8的地区 那今天为什么要强调这个Zone 8的地区呢? 其实有很多这样耐寒的圆锥绣球呢,在北美Zone 8以上的地区呢,都是不适合栽种的 这并不是说在Zone 8以上的地区呢,它无法成活 因为圆锥绣球呢,它毕竟是属于赏花的植物 那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在秋季呢,花朵可以逐渐的变色 那变色的这个过程呢,就有非常高的观赏性 在一些气候较炎热的地区呢,可能会发生不开花 或者开花后,在夏季发生花朵干枯腐烂的情况 那在秋季呢,也无法变色 这样呢,它整体的植株呢,就没有了丝毫的观赏性 而且呢,还会影响我们整个花园的整洁和美观 决定圆锥绣球秋季变色的两个必备条件呢 一个是日照,一个呢,就是温度 如果温度过高的话呢 圆锥绣球在没有变色之前呢,就会枯萎腐烂 还有呢,就是周夜温差较大的地区呢 花朵变色的效果往往会较好 光照充足的环境呢,可以使圆锥绣球最终的花色呢 更加的鲜艳明亮 那今天关于圆锥绣球Pinky Winky呢,我们就先聊这么多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尽快回复大家 也欢迎大家搜索沙拉养花 观看我更多视频,谢谢大家